我老三界的 我大串联过我 老大 这什么都大 就这样 这一代 忙碌碌碌碌 就就就 就气过 我自己没挤出来 我说我怎么这么大岁数了 五年了 因为这不是疫情吗 就没出去 在家就待着 不这样了 就看着 看着以后我就试起来 我任何希望都不忘 张大悦呢 看看了 讲述百姓真实故事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这期视频的主任公呢 是一位老三界的北京大姐 大姐的故事 您是否也经历过 视频最后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做了什么 最终如愿了吗 来咱一起听大姐说说吧 上班做办公室 你都不能创港 那叫创港 说没事了 也在桌子里待着 也不能说瞎溜达去 那时候上班可不就这样吗 和现在可不一样 现在我不爱干我 我跳槽 现在是吧 那时候没力 说一直干就干一辈子 你不爱干你也得干 也得干 就这一个单位 就一个单位 我从接我的师父 那时候我师姐 他给我接来了 退休完 他还是认识人事处的 给我办退休 你说就说这人 干几十年 一般的人干什么 就干几十年 对 完了 因为我退休了 还是他 他接你说就是我 说你说退休还是我 因为他是人事科 就这样 就一干干一辈子 没放过地儿 对 过去都是这样 都这样 干就干一辈子 干到退休 这一说你们那都是什么 我们那是都闷着 我老三姐 我大串联过 我就没那个上人下乡 没插个队 我就直接就分工厂了 跟那个六九姐的 总的来讲 你这个命也还是不错了 真的 挺幸运的 挺挺挺 是不是 还行 就说你得当兵 没走了 没走了以后就给我分工厂了 完这边呆了两年就 就就就就就 接见红雨冰一波一波的来 又又走 完了就给他们做杯子 做饭什么的 他们到了北京住着 就住在学校 然后我们就这么样一波一波的红义冰 我们接见红义冰 最后得这也没有了这分配工作 说剩这几个跟着六九届的一块进工厂 然后六九届全是工厂 我就跟他们一块进工厂了 反正就不是退休 其实没事在一块玩 一块跳舞 走一会儿完了又拍戏去 然后就跟着一块乡丸 现在一直老 老到六十多岁 男生都老了 就开始照顾公公婆婆 我们也照顾了爹老妈 现在我老爹老妈都九十多了 九十多了 还身体都挺好的 我爸骑车哪都去 是吗 骑冰车天里偷衣都 身体特别好 我爸我妈身体好 那也是您孝顺照顾的好 我老大 我那第一妹妹都上班 就救我 就照顾爹妈 人那儿挺忙的 就不知道忙忙碌碌碌 我就觉得一直没闲着 也没出去说上哪儿旅游去 因为爹妈岁又大了 他们弟妹都上班 我不能离开 我没出去过 出去其实也是一种受罪 睡不好睡不好 你出去玩去 你以为那个舒服的不是 真的 跟着那旅游团 六点钟就起来 七六点半就吃早饭 坐车坐 再出一刻坐四个钟头 又赶紧到中午了 下来上厂厕所 玩着溜了一圈 晚回再坐车 那那也累着 你说你在家该睡睡觉 吃饭吃饭 都有点钟了 水果 你没熬过夜 也没说得受个累什么的 生活特别有规律 生活有规律 所以显着年轻 生活特有规律 我没有说十二点睡过觉 不是 就十二点没 早就睡着了 大年三十点 您都是十点多钟睡觉 大年三十晚上都没熬过夜 我到十点钟就困了 我就眼睛睁开 就赶紧躺睡觉 就多少年了 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来 大年初一早 你还得给他们包饺子 是不是 老大 我老大 这什么都大 就这样 真是 您这一代人 也是 忙碰碰碰碰碰 之前是肯定是好点 肯定是好 可是没有那么快 我现在五年了 因为这边疫情 就没出去 在家就待着 不用过去 我也买过好几回酒 他这个就好了 他痒一痒 他也没伤着骨头 就肿了 一天他不就消肿 不就好了吗 该上班还上班 是 那时候人可不就这样 当然呀 舍不得请假 是 就这么样 完了这边 就到这赶生疫情 这儿交完了 关键是倒岁数了 都快七十了 跟那个三四十岁 他不一样 没错 他丰富的嘛 是 而且你又买的 买的次数多了 他那次数多以后 他成习惯了 对 他有点小坑 有个石头 脚就拧一下 就是这样 就等于就吃光剑了 岁数也大了 这都有关系 好多 对 还是应该及时的取决 对呀 他一定好得快 对 你就是耽误了吗 没错 当我完了 你又过两年 你这就七十多了 那你正好好了 没错 是 正好好了 我就不想治了 就这样了 你就看着这个 一八糟的 看着以后 我就试着来 我任何希望都不忘 因为我就说 我这边也下雨 他也没事 装大院的呗 看看来吧 看看你能这就 这不能这 赶紧回去 轮个圈 是 是 正牌的 到这 得 这一讲 你说 那个症状 就像我这一模一样 不是说白脚就肿 他还踮着 那个上的小腿 都 他已经时间长了 他往上涮 都有毛病 没错 是 他不是说就崴脚 这个骨头这块 不是那么简单吗 是 他一说又 和我这个感觉是一样的 我说那那那 那就 有希望 那祝您早日 康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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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你看 有些事呢 真是要先尝试一下 就像大姐所说 壮壮大运 也许真的能如愿 看了这期视频 您有何感触呢 对于老三界这一代人 他们的坚持和乐观 是否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呢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感谢您的点赞 关注 转发支持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